润奇在宫中与溥仪享用一日三餐时 发现所谓的御膳远没有宫外传授的百八食样 以比较正式的午餐和晚餐为例 也就只有十几种 后来竟然渐渐只有八九种菜 尝过这些御膳后 润奇也觉得这些宫廷菜与民间菜肴并无多大区别 只不过做得比较精致罢了 与润奇的体验恰巧相反 溥仪倒是十分感兴趣听润奇讲在宫外的趣事 润奇一下子成了溥仪最亲密的玩伴 他们一起做了不少在紫禁城里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 有一次润奇与溥仪聊天 说起了他在家中的一个新鲜玩意儿 骑自行车 溥仪很感兴趣 便也让人从宫外 购买了几辆外国进口的自行车 并特意在养心店开辟出一个练习场 让润奇教他学骑自行车 没过两天 我们就对润奇抱怨 最近出门那有什么有趣的事 说给我听听 回皇上 最近跟阿玛逛了一趟香山 是在涛约荣源一起骑自行车去的 荣源骑自行车的时候 总喜欢带着他那两条狗 有意思 我也喜欢过 这所有动力 我最喜欢过 我怎么就不如你呢 骑自行车逛香山 我非但跑不出这紫禁城 就连骑车上一趟御花园 这宫里的门槛 就跟我上下折腾好几回呢 我奶奶啊 为了在家里骑自行车 他把门槛都给锯了 可真是宫里 主动留下来的规矩实在是太多 皇上啊 毕竟是皇上 规矩啊 是人力的 但是列祖列宗 也没骑过自行车啊 那 要你是皇上 你该怎么办 我要是皇上的话 我就把门槛都锯了 好 传内务府 把从养性殿到御花园这一路的门槛 全都给我锯了 溥仪为了骑自行车 要锯门槛的事 很快遭到内务府的反对 官员连忙阻拦溥仪 说锯掉门槛可是大不吉利 那老祖宗留下的好风水就被破了 可溥仪不管那一套 非锯不可 短短五天之内 就把御花园通往养性殿的门槛都锯了 这下溥仪终于可以畅通无阻地骑自行车了 他不但自己骑 还邀请皇后宛容 也一起学着骑 一时间 宫中迎来了久违的欢笑与热闹 打破了清朝灭亡 笼罩在紫禁城上空的阴霾 也让退位已久 在深宫中百无聊赖的溥仪 大大增添了生活乐趣 谢谢大家